今天是全岛收紧防疫措施的第一天 受访参演业者表示还是有公众不知情 一些家庭甚至误以为婴儿不算一个人头 因超出五人一桌只好失望而归 一些景点如国家博物馆也减少了实体活动的人数顶限 正在进行的新加坡文化遗产节 则取消大约三成的线下活动 报名者可以要求退款 记者李正义报道 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这场分享会 原本有20名观众报名道场出席 但宣布收紧防疫措施后 一些观众要求改以线上方式参与 星期一开始的新加坡文化遗产节也已做出调整 原本有60多项线下的活动 但是为了配合新的一轮的措施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活动将会被取消 那我们国家文物局已经在陆续的连续 这些1200多名受影响的参与者 和他们安排一个全额退款 旗下拥有400多家咖啡店的福州咖啡酒餐商工会表示 已提醒旗下会员严格执行防疫措施 虽然煮炒摊贩得取消大约三成的桌位预定 但大部分时刻都很配合 恢复到第二期 公众的话都很理解这个东西 然后今天的话也没有 持续方面还是很好 大家都懂的 而且我们桌面上也已经印上只限于五个人 还好啦都蛮规矩的我看到 都蛮听话的 原本是我会跟我妹妹他们去吃的 但是because of this COVID 但有连锁餐厅发现 还是有公众对五人限制的定义存在误解 他们跟家庭比较大 例如有小孩的 他们就觉得我五加一嘛 对不对 当然可以分成两桌 但我们都要跟他们沟通 这个措施的精神是什么 我们自己的盈利有大概跌了一到两成左右 五人限制将持续到这个月30号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一报道 谢谢大家